据台媒报道 民进党地方选举惨败后 其抗路保台的两岸论述成为检讨项目之一 近来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 民进党代理党主席陈其迈 乌约而同地抛出所谓和平保台新名词 引发岛内舆论关注 但就连民进党人士也承认 其两岸论述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只是在宣传上微调 以降低冲突感 据报道 和平保台出自赖清德 2022年12月24日 在高雄的党员说明会上的发言 赖清德称 台湾热爱和平 很希望大家能够和平相处 2022年12月28日 民进党公布败选检讨报告 陈其迈在记者会上回答两岸议题时 一使用和平保台说法 长期高调叫嚣 抗路保台的民进党两岸论述出现这种急转弯 很快引发了各界怀疑 台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就表示 每次都讲人家没有中心思想 我看民进党自己没有中心思想 变来变去 而中广董事长赵绍康也表示 民进党知道这样会再次大叔 所以检讨后决定改变要求 把抗路保台改成和平保台 令人不禁哈哈大笑 从抗路一下子跳到河路 人们就会忘掉民进党与战争的联想 赵绍康认为民进党之前为察觉到民众担心战争风险的心理大增 继续把对抗性强烈的口号作为标语 是这次敌方选举的重大失误 赵绍康表示 马1998年两岸风平浪静 蔡英文6年两岸惊涛骇浪兵凶战危 民进党跟战中是连体英 是一体两面 怎么可能回避得了 又怎么是喊喊避战和平就能蒙混过去的 赵绍康呼吁 民进党要和平没人会反对 但民进党要和平就要放弃台独党纲 放弃挑衅大陆 放弃反路仇怒 赖清德必须放弃他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身份 蔡英文必须放弃他的迂回台独策略 台湾联合新闻网也发表文章称 民进党两岸论述 从抗路保台调整为和平保台 表面上缓和与大陆关系 但细究就会发现 其实连换汤不换药都称不上 只是换了个新名词 文章称 和平保台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 目前仍带民进党进一步说明 可以确定的是 两岸论述有其高度复杂性完整性 在蔡英文任内要出现转向机会并不高 较可能的改变 是换个角度诠释蔡英文的两岸路线 而出现口号上的转变 也凸显出若不是被民意教学 民进党根本不认为自己一味操作对抗 仇怒情绪有何不妥 如今民进党要决纷纷喊出调整宣传策略 却丝毫没有提出务实对策 若只是表面上话术变了 那就是坐实了外界长期对民进党选举机器的批评 台湾中视新闻网也称 如果没有更清楚的论述 实质的主张作法 以及具体的措施作为 所谓的和平保台论 终究只是一种话术 只是换了外壳上的包装纸而已 该媒体指出可预见的是 台湾民众虽愿看到民进党的两岸路线 真的有所调整 却不会被一片再片 而大陆也一定会以听其言观其行来回应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